霍梅尼非常清楚地认识到 必须拥有军队才有能力推翻巴列维王朝 与此同时 他积极地向伊朗军队喊话 让他们转入本方阵营 1979年2月1日 77岁的霍梅尼回到了伊朗 而此时关于他的身世 他数十年来苦思冥想的政治蓝图 对于世人们来说都只是一个谜 就连拥有各种情报渠道 间谍外交官 卫星和通信网的美国情报部门 对霍梅尼的了解都少之又少 在当时所有的宣传机器都不约而同地 把他捧为超级明星 铺天盖地 细致入微地 播放着民众向他欢呼的情景 阔别祖国15年的霍梅尼 一回到德黑兰就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根据西方传媒的估计 欢迎霍梅尼的人数高达600万之多 而从那一刻起 伊朗也就正式开启了霍梅尼时代 虽然当时的伊朗国王是美国的铁粉 但是踹开伊斯兰革命之门的 却正式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 卡特总统不断地给伊朗白色革命 暗中提供支持 同时又无视巴列维王朝镇压反对派 这种内在的撕裂 直到1977年年底 在卡特访问伊朗的时候 才开始有痛感 卡特一如既往的大奖民主 煽动民众热情 他高声赞扬伊朗国王是民主自由的守护神 可是卡特一走 伊朗马上陷入混乱 在圣诚库姆 宗教人士们上街抗议 卡特这个赤裸裸的美国阴谋 具体说到霍梅尼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不是一个仇和恨 就可以说得完的 在伊斯兰革命之前 霍梅尼跟美国之间的秘密交易 跨越了将近20年 在卡特的极力劝缩下 巴列维国王最终出国度假 留下了一支严重依赖美国武器和指导的军队 流亡在巴黎的霍梅尼 忌惮的就是这支高密度紧张的部队 而已经对巴列维放弃幻想的美国 也希望恢复伊朗的秩序 试图跟霍梅尼之间进行谨慎的接触 1979年1月 霍梅尼向美国总统卡特传话 语气那是相当的温柔 竟然成功的让美国摁住了伊朗军方 有可能发生的政变 霍梅尼告诉美国人 不要紧张 因为他可以成为美国最好的朋友 霍梅尼保证 在他的领导下 伊朗会成为一个人道主义国家 将会给全人类带来和平和安宁 当时霍梅尼已经和美国驻法国的代表 进行了谈判 时间长达两周 为之后的返回伊朗 护平了道路 美国人一直对霍梅尼心存幻想 因为美国帮助他压制了伊朗军方 霍梅尼也最终夺取了政权 但是让美国感到意外的是 此前还非常谦卑请求的霍梅尼 在夺取政权之后 脸色立马就变了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反美浪潮 很多人都不理解 美国为什么要帮助霍梅尼呢 因为当时的美国 对巴列维政府并不是很满意 主要还是因为石油惹的祸 1973年的石油危机 就是巴列维强行推动油价上涨而导致的 所以美国一直在考虑换掉巴列维 霍梅尼则看得非常明白 所以对美国释放了大量的假信号 加上美国不希望霍梅尼导向苏联一方 于是美国就上钩了 霍梅尼的示好只不过是一场交易而已 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在什么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难道是美国真的傻吗 霍梅尼的口号是反对独裁腐败 争取自由和民主 这一点似乎符合了美国的价值观 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 霍梅尼当时的反书言论正是美国所需要的 这些都使得美国对霍梅尼产生了错觉 于是卡特对巴列维镇压伊斯兰革命行动的态度 开始变得暧昧 时任法国总统德斯坦 对霍梅尼和美国之间的秘密接触 也开始推波助澜 霍梅尼利用美国 希望借助他来截至苏联的小算盘 使得卡特在关键时刻 没有力挺巴列维 放任军队调转枪头 这是霍梅尼在伊斯兰革命中最终成功的因素之一 1979年11月4日 在霍梅尼的支持下 狂热的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 大使馆的52名工作人员全部被扣押为人质 要求美国引渡巴列为国王 这个篇幅呢 我们在萨达姆系列的第二集就已经提到过 如此公然的绑架外交人员来做人质 这种无视国际法的事件 让全世界目瞪口呆 而且霍梅尼软硬不吃 极其傲慢的对待联合国秘书长的调节 也不同意和美国进行对话 最后伊朗还羞辱了一下卡特总统 直到新任总统里根就职典礼的几分钟以后 伊朗才把人质交还给美国 很多人对于人质事件的发生感到叹息 认为伊朗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丧失了争取民主的最佳切记 但实际上这却是宗教保守派的精心策划 断绝了温和派变革的可能性 要知道早在2月1日霍梅尼达成法国专机回到伊朗的时候 世界强权都在讨好它 希望可以跟这位伊朗的新族人达成新的协议 就如同古巴的卡斯特罗刚上台的时候 索爆的幻想是一样的 但是这起人质事件 让美国彻底跟伊朗断交 并且成为了死敌 这起人质事件不仅违反了国际法 而且是野蛮的象征 另外这起事件直接激怒了超级大国 引起了更大的制裁 表面上来看对伊朗没有任何好处 但是要从霍梅尼的角度来思考 伊朗革命之后可谓是内忧外患 更严重的是 人们对伊斯兰革命的正当性 开始表示怀疑 人质事件发生之后 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霍梅尼不断的炒作跟美国之间的仇恨 炒作美国对伊朗的剥削 引导全国上下 一致对外 不仅如此 霍梅尼趁着这个机会 除掉了那些亲美以及亲西方的势力 还利用民众的情绪 彻底铲除了内部的反抗 可以说霍梅尼借助人质事件 成功的在伊斯兰革命之后 彻底坐稳了江山 而且美国当时冻结了巴列维 在美国140亿美元的财产 霍梅尼不断以人质进行要挟 要求美国归还140亿美元 熬了整整444天的美国 在最后一刻做出了妥协 140亿美元通过阿尔及利亚中央银行 转账到伊朗 伊朗一下子就有钱了 财政拮据马上一刃而解 伊朗的人质事件是霍梅尼的得意之作 这才有了伊朗后来高调宣传 人质事件有多么的好 而此时的霍梅尼就是人间的神 伊朗人所有的宗教情感 全部吸于霍梅尼的内心所向 在霍梅尼回到德黑兰的那一天 记者问他 15年之后重新回家的感觉如何呀 霍梅尼说道 没什么感觉 同时霍梅尼被提升为伊木马 这是什叶派穆斯林给先知 莫哈莫德继承者的最高尊称 而此时胆敢对霍梅尼直呼其名 或是进行语言攻击的人 后果都不堪设想 数以千计的伊朗人 声称在月亮上看到了霍梅尼的影子 当然也包括那些完全清醒的人 在加州 纽约和欧洲的飞机上 到处是伊朗的学生 革命者和伊斯兰教徒 他们唱着革命的歌曲 欣喜若狂 飞机降落的时候 他们跪在地上 亲吻着停机坪的土地 整个伊朗陷入了狂喜 等待迎接一个民主国家的到来 可是期待很快变成了幻面 超市的货架上 开始变得一片空荡 禁酒令 宗教警察 满街都是 流行音乐被禁止 就连穿耐克球鞋 都变成了反革命 正诚信仰社会主义的人 在国王监狱里被关了9年 却在新的政权下 被当场处决 罪名是苏联的间谍 2月8日霍梅尼宣布 临时政府成立 由巴扎干带领 巴扎干宣称自己是在神圣先知的监督下 最具权威的人 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临时政府 而且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政府哟 反抗神的政府就是在反抗神 反抗神就是亵渎神灵 当革命的集体意志逐渐消退 统一在伊斯兰大旗下的内部矛盾 开始呈现的时候 一切就不再按照真主的意志 而是按照政治的逻辑开始运行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霍梅尼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握有绝对权力 创业时的艰难险阻 夺权之后的清理队友 表面上来看 伊朗国内权力交接顺畅 没有发生大的动乱 以霍梅尼为核心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 表面上纵之沉沉 实际上暗流涌动 风暴酝酿 一时间德黑兰街头血腥不断 中苏要员多人遭到暗杀 革命卫队总部遭到炸弹袭击 霍梅尼除掉了革命者里面 那些亲西方的世俗力量和自由派 在各种暗杀清洗处决之后 激进的伊斯兰势力 社会主义的世俗激进派 和反对毛拉干政的温和派 也被清理干净了 霍梅尼建立了一个 与军队和警察相平行的组织 革命委员会和革命自卫队 权力既没有被具体化 也没有任何限制 一开始革命委员会 是没有武装团体的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平息动乱 同时逮捕反革命分子 可是很快革命委员会 就变成了道德监督者 他们用一系列的罪行逮捕民众 从亵渎神灵罪到拥有酒精饮料 以及西方音乐罪 从此在伊朗这片土地上 严苛无处不在 他告诉伊朗人民 在伊斯兰的国度没有西西的余地 每一件事情都应该认真严谨 于是除了进行区以外 所有的音乐都被视为 腐化心灵的麻醉剂 任意播放音乐 则被视为叛国 以及背弃青年人的行为 他要求妇女穿着朴素端装 对那些化妆上街露出秀发 或者肌肤的女人感到愤怒 警察会攻击没有戴面纱的女人 有时候会使用剪刀或者匕首 甚至是硫酸 同时他主张一夫多妻制 理由是世界上女多男少 如果不实行一夫多妻制 女人在缺乏婚姻的保护下 很容易沦为仓妓 而伊朗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 从18岁降到了9岁 一夫多妻制和临时婚姻被合法化 通奸罪和卖淫罪 将按照法律被石头砸死 革命之后的忧伤和彷徨 伊朗人还没来得及品位 两伊战争的炮火突如其来 旧王朝时期的飞行员们 匆忙的被释放 立即驾驶战斗机保家卫国 关于两伊战争 霍梅尼和萨达姆之间的博弈 我们在萨达姆系列的 第一集和第二集里面都有讲解 1983年5月份 仍然处在战争期间的霍梅尼 基本除掉了内外对手 并且宣称 一切世俗法律全部作废 经过70多年的神学研究和授业 霍梅尼自信满满 认为他并不是为自己说话 而是为真主发言 虽然霍梅尼从来不说 自己是神和人之间的终界者 可是仍然能够感受到 他正在刻意地塑造这种形象 他几乎从来不谈论自己的生平 理由是 个人私事并不重要 虽然霍梅尼和家人相处的时候 也跟普通人一样 会哭泣 会大笑 也会说笑话 可是在公开场合 他绝对不容许 自己流露出任何喜怒哀乐 即便是最愤怒的话 他也会以一种轻柔 缺乏变化 近乎低域的方式说出来 在他女儿的张力上 霍梅尼看不出一丝一毫的埃容 也没有半滴眼泪 伊朗人民相信只有神 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不仅外界很难了解霍梅尼 霍梅尼本人对外界的了解 也非常有限 他受到的教育 仅限于神学和柏拉图哲学 对于经济学和国际关系 霍梅尼本人一无所知 可是他认为 这些一点都不重要 伊朗人民已经丢弃了 所有西方用来衡量 世界问题的社会准则和政治术语 而他已经建立了一套新的价值观 来支持正义 对抗不义 按照霍梅尼的意思 新国家被命名为伊斯兰共和国 他确立了教法学家统治的原则 领袖具有绝对权威 在他之下是立法 行政 司法 三权机构 首导总统则由直接选举产生 议会也是选举产生 这样一来霍梅尼所建立的权威 就这样 以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为了确保伊朗法律的伊斯兰方向 他还设立了一个特殊机构 宪法监督委员会 对立法和行政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 在此后的时间当中 伊斯兰政府还形成了宗教监督和宗教基金会 两大机构 虽然说霍梅尼建立的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但是民主选举的制度 毕竟也是第一次 在伊朗这片土地上开始实行了 巴利维王朝在革命的洪流中无奈倒塌 取而代之的是霍梅尼政教合一的革命政府 当年的伊朗人对国王不满 于是把国王赶走了 可是现代的伊朗人 对执掌政权的宗教当局也未必满意 而现在的他们只能服从 历史非常的奇怪 让一个曾经排名世界第九的富裕国家 瞬间回到了野蛮时代 教士之国的伊朗几乎被全面封锁 如果没有霍梅尼 这一切可能就不会发生 而霍梅尼确实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虽然这是一个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看到的改变 然而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场以宗教为号召的革命 不同于法国大革命 因为人们早就认为 宗教不可能在全球政治当中发挥重要作用 所有的革命都应该是世俗事件 可是霍梅尼却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 整个世界都被他震惊 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只能留给后世来评说 1989年6月3日 伊朗的一代枭雄霍梅尼去世 对于霍梅尼的国际评价是 他使用极端的方式调动了 当今世界上最激烈的宗教情感 以此来对抗西方的入侵 在他的死敌眼里 他是近代史上最聪明昭著的独裁者 让伊朗倒退了几个世纪 对于热爱他的人来说 他却是一位无法替代的神 在霍梅尼去世的多年以后 他的孙子侯赛因霍梅尼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语出惊人 他这样说道 我祖父的革命已经偏离了他的路线 已经毁掉了他的子孙后代 弗塞因霍梅尼解释道 伊朗必须通过任何一种可能的方式来获得自由 不论是通过内部变革还是外国的压力 比如说你是一个囚犯 你会希望什么 我只希望有人可以打破监狱的门 霍梅尼上台执政 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妇女们自由的选择 是否要佩戴面纱 用霍梅尼自己的话来说 伊斯兰革命最伟大的成就 就是恢复了面纱 如果除此之外 就没有其他成就